这也太贵了吧 我们历来都是这么收费的 这又不是我标的价 我没带那么多钱 可以算便宜点吗 没见过交费还来涨价格的 这又不是菜市场 再说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公寓 已经比别的学校便宜很多了 老师我还交租书费 九百 为什么他只交九百 因为他是中国人 这是普通书手的价格 我也要 我也要住普通宿舍 外国人是不能住普通宿舍的 不不不 我是中国人 你看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 你的谭 你是美国籍的 别啊 我会说中国人 你看 我长得也一脸中国 既然是中国人 为什么还要跟老外住在一起啊 我不想这样 我虽然生在美国 但我一直没有家的感觉 今天下了飞机以后 我顿时找到答案了 虽然第一次来到中国 可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感觉我就属于这里 可谁知道 你们还把我当成外国人 唉 想想每天早起 和持有打招呼 还得说 Good morning 可是我想说 早上好 就让我好失望 姐姐 你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吗 我知道不能怪你 我只是觉得很失落 难过 难过 孤独 冰冷 九百拿来 九百 好的 谢谢姐姐 等会儿啊 你知道吗 姐姐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 我发现 中国的姐姐们好可爱 谢谢